大家好 欢迎收看ET才智Talk 今天我们请来公民亚洲的张艺芬聊天 张艺芬你好 你好 一段时间没见 今天带一个很特别的主题上来和我们分享 因为过去一两年 我都经常听身边很多朋友说 就是三个英文字 ESG 这个投资的热潮似乎今年都越来越旺盛 很多人都提到有什么投资渠道 还有最重要是在买什么 不如让你讲一下其实是什么 刚才我们先要看三个英文字导 E S G 其实分别代表环境保护 社会和企业管治 环境保护大家会容易明白一些 企业自己业务上是否与环保有关 但如果可以再深层次看 它本身自己的业务的伙伴 例如你自己的供应商 本身你有没有留意到它 本身是否在一个比较环保的环境下去生产呢 这就是环境保护 至于社会 就比较涵盖一些是公司自己 包括你自己的劳资关系 你自己没有对自己的雇员有一个平等的待遇 员工福利 甚至可能或者是消费者 也没有保护消费者的权益 客人的私隐各方面 而第三 其实公司的管治容易明白一些 当我们看上这些公司 都要很留意它的公司管治 例如你的公司没有太明度 你自己本身有没有去保护小股东利益 刚才的关系 所以要从三方面去讲一个公司的社会责任 以前来说 我们其实是用社会责任来说的 当时公司自己希望做一间取资社会 用猪社会的想法 我希望我在社会做一些好一点的正面价值 但慢慢地发觉 原来做一件事的时候 不单是自己做到一些正面的事 而是投资者都能接受到 所以开始大家用不同的方法 去行为一间公司 去怎样做好自己的社会责任 Jonathan 刚才提到 本身是一个社会责任 其实我记得很多年前 ESG的概念已经萌生 就是用社会责任这一个字 所以当时就叫做SRI 然后慢慢就转变 去到最近几年越来越多人说 就是ESG 就是那个企业究竟如何 在这三个英文字里面 其实是实施自己的一些业务 或者对社会员工的责任等等 但其实Jonathan 很多人都会说 这些东西是不是灼头东西 公司是否真的做到 还有真的对他们有一个 可投资的价值吗 其实当然一定有的 因为你看回整个ESG的环境 其实出来都不是一段短日子的 其实第一个所谓的基金 即是1970多年代 已经出现了 当然当时 大家就不是特别很留意 而第一个所谓叫做ESG的 投资的热潮也好 或者那个重视程度都很高的 当然来看回我们 为什么会那么重要呢 其实可以从几方面来看的 如果从一间自己本身的企业来说 如果它做得自己对员工的关系好一些 或者保护客户的 或是顾客的消费者权益好一些 其实对你的业绩是好的 有时我们未必一定想着 当我要做水责任 其实是有成本 事实上是有的 但是成本带回来的效益 其实往往有机会远大于成本的 哦 另一方面当然 其实一些大的品牌 特别是说一些跨国品牌 它们更加很注重自己 就是所谓ESG方面的一些看法 当它那个企业做得好之后 其实我开始说投资者 投资者就开始在一些 我们叫做机构投资者 特别是叫做家属基金 就是Family Office 他们可能那个投资的灵活度 比较大一些 我觉得他们就更加注重 那个企业本身有没有做好这个ESG 那个所谓的标准 所以慢慢地 当我投资的市场 越来越注重这方面的想法的时候 其实变相地 那个企业要再做好一点 自己在ESG三方面不同的标准 所以你看到 其实在那个供应和需求 互相的循环底下 所以整个ESG本身 那个重疑性就越来越强 我做资料搜集的时候 我都想看过 有些其实外国那边 那边的成熟度比较高 对这三个英文字的发展 对不对 很多在那边 譬如美国上市 欧洲上市的大型公司 市值最大的那些 其实都已经开始加入ESG的概念 在里面 就备受那些评分 我见牛津大学 其实2015年 已经提出过一个论点 就是原来有良好ESG的公司 其实他们在那个 减低成本和提升营运 是有绝对的正面帮助 还有那些报表 说会再透明度高一点 是吧 然后可能 甚至他出去发债 成本都会低一点 真的有这么大的影响 其实有的 因为看回 我刚才说到20年前 有一个ESG的指数 其实是一间 它叫社会指数400 其实有400间公司 当然主力都是一些 美国的上市公司 我们回到20年来 跟美国S&P指数的比较来说 其实看到它是 就是叫做持续 都在排行S&P500的指数 当中很明显的 看到本身的升幅是挺好的 如果大家看回图 其实不论是一年 三年 五年 其实你看到 这个在用MSGI MSGI 全球指数 和MSGI自己本身的ESG的指数 你看到 其实过去五年来看 平均每年都 平均赢到1-2% 是的 当然你可以说 那个双差好像不是很大 但如果以一个投资者 比较长远来看 其实你每年 你跑人2% 都已经好了 其实是一个很好的 一个很好的做法 所以现在很多投资者 有时候都会开始 立即搜索一下究竟 究竟哪些公司 究竟它的评分是什么 有时一上网 我譬如看公司股份 它已经下面 有了一个ESG评分 就是类似的评分 所以我看到 投资者的关注度 其实也是越来越高 可能 Jonathan所说 原来 在股票那里反映 原来有ESG概念 也都评分比较高的 那些公司 有机会是跑人整体的指数 也都令到大家觉得 可能这一个投资方向 都可以想 在另一方面 看到资金流入 其实都很大的 这幅图 其实过去那两年 其实特别是很厉害 差不多每年有成 2000亿美元的资金流入 你经常看到 在过去那两三年 纵然是可能我们叫做疫情 其实对上年的疫情来说 我们看到一些社会的债券 其实那个发言量是更加创了新高的 特别是当时 一些政府发的债券 去支持一些所谓叫做社会的责任 也都支持在疫情底下 一些環保 所以更加多 当然 其实你看看 ESG本身的资金用途是什麽呢 如果看绿色债券来说 其实绿色债券 在过去香港来说 都开始慢慢 好像由一五年开始 特别看过去那一年 刚刚我们财政司的财业报告 特别有一个section 就是有一个环节 在说一个叫做 绿色和可持做投资 也都想加深香港的绿色债券 那个市场 直接想拥抱这个环球大趋势 要加快 没错 其实很多银行 例如我们银行本身 其实我们几年前 都有发行了ESG的绿色债券 其实所谓绿色债券是什麽呢 可能你会问 最主要就是 就是当那个集资回来的钱 其实它要承诺 是用在一些 刚才说的ESG三方面 其中一方面 可能是一些所谓的project 一些的项目 当然了 它不是就这样说的 都要做 都要做 到最后一定会有人去看着 面对投资者来说 它买绿色债券 它就很肯定到自己的资金 可以用在他们那方面 亦都令到某些投资者 特别是 就是刚才说的一些 机构投资者 甚至现在开始 其实有些零层投资者 都开始会觉得自己 希望投资 不单止为自己赚钱 不过现在 似乎在机构投资者 那个渠道那里 就比较多些 就是零售散户那方面 那个选择就少一些 暂时来说 其实都是 你的公共是少一些 少一些那方面 就会在债券方面少一些 因为香港的绿色债券 零售层面 其实暂时可以说不多 是的 多数都是一出 多数都是一些 机构投资者 就落下了 是的 你说譬如你银行之前 已经开了 之前已经有这些 product 反应是否都不错 当时我们是 首间香港的注资银行 就发行美元的绿色债券 当然我们全部都是 给机构投资者 是要了 变成了 未在零售层面那里销售 但反过来 如果一个零售推移者 想做的时候怎么做呢 其实它有几方面 是 一方面就是有一些股票 当然如果你自己 懂得找到一些股票 它们的ESG评级 是会高一点 那现在来说 其实有不同的评级公司 都会给评级的 对 包括刚才你看到MSCI 香港 因为我们恒指本身 都有个ESG的指数 是 那我们香港的一些 半官方机构 例如我们的 叫做香港的 叫做品质保证局 其实它都有一些 所谓叫做ESG的调查 那就是帮企业去评分 包括在他们的环境保护 公司管治 和消息方面 就评约分 很有趣 这个评约分之后呢 你看到那个评约分 其实不是一个分数 而是一个 好像你买债券 看到那些AA 我那些评约 ABC A加 A加 但你看完之后 你不要以为 原来这个是一个 企业的信用性 信用平级 那不是的 平级就是看看 它本身在各方面 是否做得好 OK 如果大家看到 例如我们 ESG的股票指数 恒指 它都有一个恒指的ESG 你会看到 它有时候会跑赢的 刚才我说的原因 除了它自己本身 如果那个ESG做得好 其实在业绩做得好之外 其实有一方面 大家可能没有留意到 就是一般的股票指数 其实是用一个 我们叫做市值 来做调整它们的比重 是的 所以有时候 当市市越刷得高的时候 你会看到 那些刷得越高的股票 就越多资金要引入 是 因为那些GAM经理 可能要因应指数 要追 特别是ETF 因为你升高了 我们要被逼来追货 但是反过来 如果用了ESG 加了下去 它就变成不单单 单单用股票的市值 就加了一些ESG的评分上去 那变成有时候 你见到股票 可能升得很急也好 那个GAM经理 就未必需要被逼去追货 所以有时候 反而反过来 那些用 我叫做非市值指数的GAM经理 可能在那个升市也好 就不会买一些最高的股票 那跌市也一样 跌市就不会沽太多 那些跌得比别人 可能跌得很残的股票 所以变成有时候 有一个外交ESG的指数 去调和比重 反而令到那个指数 的升跌浪 没有那么多 这个就是 譬如香港ESG指数 如果说香港市场 其实相关的 这些ESG指数 都有8只 恒指的ESG指数 就比较多人说 另外其实也有国子 又有恒生ESG50等等 其实大家可以上去 港交所的网页 其实就有些资料 大家可以算得到ETF 当然ETF 暂时不多 我见到 我见到多数比较主力 3只 A股 有几只ETF 我们将来 期望更多我们的发行商 可能发行上ESG方面的ETF 给我们的朋友 不单止买基金 变成股票的ETF 都可以做到 其实在香港市场 发展这个ESG概念的投资产品 这个感觉上 都是比较滞后 我记忆中 都是美国先走 如果区内 可能都是台湾 日本那些比较多 即是香港算不算 都挺起步池 你觉得这几年追得够不够 香港 你可以这么说 始终我们 投资者 有不同的想法 当然 如果香港的机构 机构投资者方面 其实ESG的 叫做 那个概念都很成熟的 但是反过来 你会留意很多 香港上市公司 其实都开始留意 ESG的概念 例如最近 有个上市公司 都要聘请一个 ESG的专员 的职位 证明了 ESG本身的重视程度 越来越多 我相信 当上市公司来说 更加注重这方面 在ESG方面的表现来说 其实会慢慢带动零售的 股票客户 都会这么想的 最重要 当然对于客户来说 他们最重要是 找到钱 投资 但是我发觉 做一个ESG好的企业 不是一个要成本高的企业 而可能有机会 在不同的方面 都可以有更多的回报 你刚才都和我们 提一提 如果我们要投资 譬如ESG相关的 投资概念 有什么产品 首先 詹尔棠提到 你可以直接选择成份股 是不是 那你就要做到一些功课 上网找哪些公司適合你 你就直接去买股票 另外刚才提过 就是追踪一些ESG的指数 ETF 另外还有一些 就是直接买的一些基金 就是像Theme Fund那些 还有第四就是刚才提过的债券 就是Theme Fund 这一件事 你又觉得 是不是一个可取的呢 其实在香港来说 所谓的主题基金 都已经有很多年了 都有二十多年的历史 以前就有一些 叫做社会责任基金 就像刚才David 你说 一开始 那些人就未必讲ESG 就是讲自己的社会责任 那些都有一些叫做SRI的基金 慢慢 当ESG的概念成熟的时候 就开始出现了一些 我叫做ESG的基金 给客户的选择 在基金来说 其实选择的类型 又更多一些 第一 它要选择不同的地域 你可以选择全球 可以选择美洲 或者欧洲都有 以及亚洲区 当然多数 在一些比较历史 比较长一些的基金来说 都是投资在欧洲或者美洲 因为他们的 所谓ESG的历史 毕竟比较长 除了选择不同的地域之外 其实我们的朋友 还可以选择自己 我叫做什么 深水的环节 因为ESG来说 我刚才讲过有三方面 这么多分类 这么多分类 其实你看回香港现在来说 在我们证监会应该基金来说 大概有三十多个 37、38个 我们叫做ESG的主力基金 入包含 当中 你看回我们看到 我们的螢光幕 其实有很多不同种类 当然 对于我们会说水资源 其实以前曾经说过 有些股票也有一些水资源 是的 干净水 环境保护是比较常见 再生能源也很明显是 所以这里我都加了一句 为什么有人觉得 ESG基金或者股票的表现会好呢 就是其实很多新经济的股份 其实他们ESG的评分 往往都很容易 就可能比较高 比较高 有些公司 其实传统上的股票已经不入流 例如你说能源相关那些 有很多都是做一些污租能源 是吧 石油相关那些 他们就很难拿高 所以就要再生能源 所以你看到很多能源公司 都希望同一时间 发展一下太阳能 同样发展一些水的发电 这些再生能源 另外也有一些基金主题 叫做气候变化 特别是想投资一些 当气候变化底下 会受惠的公司 另外再比较特别一点 就是说 食品安全股票的基金 以及我们叫做智慧城市 甚至叫做智慧汽车 其实大家之前在股市 有一轮热潮的汽车股 其实都是有少少ESG的概念的股票 那么多的环节 真的不知道怎么选择 但是我都思考过这个问题 很多东西选择 我就不知道选择哪样 我就看回你 之前分享给我 譬如那些fund flow 我发觉 譬如全球绿色债券发行 那些环节 我见其实 可再生能源 入的资金其实似乎是最多的 最大的 他们的需求 就算有供也有供 变成了去到2019年最新的数据 其实在说 它那个fundraising 即是那个 绿色债券 是的 绿色债券 那些升幅大概是3倍7 即是去到1430多亿美金 但是如果你按这个升幅径 其实是运输的 因为我看运输 在2015至2019年 那个升幅差不多是15倍 是的 我们是否应该看着资金走 去决定究竟我们是选哪一类 其实这个图 Dabby 你很厉害 这个图 其实绿色债券这个图 很明显是一些 我叫做比较醒目的资金 是吗? 聪明钱 聪明钱 即是机构投资者所进去的 你看到其实在绿色债券当中 其实存在的钱 用的最多 就是刚才你说的那几个方面 而那几个方面 亦都相信 我相信是在 我相信是在过去一、两年的疫情 亦都被人更加很注重的 一方面的一些经济环子 是的 包括作生能源 包括刚才你说的那些 运输 其实可能是智能汽车 或者是一些绿色的建筑 这方面 其实都是一些比较 比较新兴的想法 你见到越多一些 机构投资者的钱进去 其实表示到他们 对那个环节来说 投信心一票 投信心一票 是的 所以对于各位朋友来说 可能一开始 我真的不太熟悉 不妨可以留意一下 这些当绿色债券出来的时候 多数他们去到投资什么环节 其实可能那些环节 就是在未来来说 有一个比较好的前景 是 现在其实在网上 大家都会找到 很多一些资金流的数据 所以大家都可以做多一些功课 看看哪些环节 其实吸金吸得比较厉 不过Joyfin 最后一件事就是 我想很多在看我们节目的 应该都是一些机构投资者 说真的 就算零售散户 晚些有得玩 但是很多现在 都是適合机构投资者的口味 或者给他们的一些产品 你觉得 玩这个ESG概念的投资 其实眼光是应该怎样的 你知道有多人玩债券 都是可以玩短的 是 没错 就是我们的投资思维 其实是 他们应该怎样想呢 去投资这个概念的时候 看看你买什么产品 当然了 如果你买一些叫做ESG的基金 其实那个投资的 我叫做 那个时段 应该比较长一些 当然 也都是相信 你要投资者 你自己都相信这个概念 当然 我也希望我的投资 不单止帮我找到钱的 也都希望我的投资 可以买入一些 我都觉得 对社会有些正面价值的一些企业 这些我觉得是 现在比较长线眼光 而我刚才看到 刚才不同的数据显示 其实它比一般的指数来说 其实可以慢慢持续跑赢 当然了 如果你是买股票的 当然就会因应受着 整体股票的市场 其实都会影响的 这个就会在那个 所谓入市 出市时间 大家要看紧一点 好了 现在其实相关于这些概念 大家可以看一看 是否合适合自己 还有 也认为买不同的产品 都要为自己制定 一个不同的投资策略 今天谢谢你的分享 多谢 节目时间差不多 拜拜 有时候我们做公民责任 我们会尽量减少能源消耗 做家居费物分类 甚至使用电动汽车 大家有没有想过 自己投资 都会变成支持环保 通过金经理 我们可以利用ESG的标准 减少在环境保护 受起责任 和公司管治三方面 都变成协议的上市公司 有时候这些企业的别族表现 甚至可以优于其他同业 所以实现个人的投资目标 和里人公民责任 其实可以同时兼顾 个人亚洲提供暂式财富管理服务 和多元份的投资产品 我们便有不同种类的ESG基金 以供大家的选择 大家也可以利用 本家的股票交易平台 去投资ETF 稳定客户也可以投资 绿色债券 收取稳定的票息 想有介绍意义感 为自己增值理财 其实并不困难 现在收拾一个人是 需要接着这个人 不可以不可以 在这条程中 这么深度 柯 满 在这条程中 怎么买得 差不多 有时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